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回到我们现场 我们继续来探讨 刚才我们听到了处长专员 还有我们聊言讲到原住民保留地的部分 我们的民众的一个心声 但我想请教一下邱一言 我们南投县有一个日夜潭水库 有鸟嘴潭人工湖准备做 还有积极的南河宴湖山水库 这些水库做了之后 跟我们的国土计划 可能也有息息息相关 尤其鸟嘴潭人工湖的设计 它现在规划下去 国性正好在这个上游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配合情况之下 有可能未来的开发 会受到蛮大的一个限制 就这一点 邱一言您看 鸟嘴潭的计划 跟国土的计划里面 您有什么看法 日前我们也一直听到鸟嘴潭 他们要开发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最担心就是说 之前还没有听到国土计划这个事情 可是就鸟嘴潭的提案来讲 我们就知道说万一我们要是列入 就是它的区域范围内 那就是会牵扯到保育 包括保育 包括一些开发的限制 这是已经是很头痛了 然后现在在听到国土计划这个内容 更是令我们担忧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土地跟我们忍耐相似 非同的相似 我们里面的土地其实大多是三坡地 那平原的地方其实不多 虽然在计划内容 我们是看到建设处是 县政府这边是预定 把我们规划成观光热火生活圈 那生活圈那你要怎么规划 可能这个细节也要延绎 因为大部分我们里面都是山坡地 那所有的平原不多 那你要是把它 就是山坡地部分都归于国土保育的区域的话 那等于就如同我们廖院讲的 那我们农民的生计真的是很令人担心 因为长年以来他们都是以这个农业为生 那如果是被你们列入之后 他们耕种一定会有限制 那有什么配套措施 是不是我们这边也要想出来 那当然是现在以农业来做的话 应该是属于精致农业才可以赚到钱 那其他的农民其实都很辛苦 他们要真正赚到钱 真的是都是很微薄的收入 所以在我们政府的规划上 希望说能够很完善的规划 既然要把它规划成什么区域的时候 可能在福岛以及机制所有的细项 应该都要跟我们的民众说清楚 是 非常感谢邱燕 我想邱燕最重要的就是说 国土就要怎么去做都没关系 所以配套怎么样做好 不能说让 因为为了一个法令能够去执行 而牺牲掉一方 让民众的居住 居住生活环境里面没有办法去做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我再请教一下建设处长 我们先生好像推了一个愿景 就说要再配合这样 国土计划里面 有把几个 我们南投县13个乡镇 分成了几个生活圈 像南投市草存镇 中寮乡 明天乡 化入田园城市生活圈 那竹山路股 化入文化茶旅生活圈 国姓普里于此积极水里 化入观光乐生活圈 仁爱化为山林旅游生活圈 信义化为原乡山水生活圈 这五大策略的一个分区 针对整个特色下去画 朝着这方去画 您觉得说 先生我这样的一个规划 他的愿景有办法 完全配合我们国土规划来做吗 我想南投县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南投县有20个都市计划区 6个市政 7个乡街 7个特地区计划 但是它所占所有的面积 大概全南投县3点多%的土地而已 所以96%都是非都市土地 所以刚才主持人讲到说 我们刚才花了几个什么生活圈 那个其实是一个上位的一个计划 当然未来国土计划 会依选的这个大方向去做一个原则性的一个规划 可是在后续的部分 我刚才有跟各位报告过 我们还是会进行原有都市计划区里面的相关的土地使用的盘点 还有未来发展的需求 包括重大建设 然后还有包括有关相关的可发展地区的部分 我们都希望能透过这支国土计划里面 直接化为成像发展地区 所以原来可发展建筑用地的部分 我希望说透过这边跟大家报告 我们还是会让它继续维持跟保留 大家不用去恐慌 可未来有一些属于重大建设发展需求的部分 我们会预留为成像发展地区 当然如果以刚才鸟嘴团的过程来看的话 县政府这边努力的部分是分成三大部分 第一个我们需要鸟嘴团 它既然叫人工湖 就不应该以水库集血区去做管制 这第一点 第二个如果得用水库集血区去管制的话 成如刚才邱一言所讲的 要有配套措施 那就要分集分区去管制 多少范围内才是属于水库集血区的管制规定 多少范围以外 抱歉你就是一般的管制来处理 第三个话 你如果把我们化为水库集血区管制化为 你的补偿救济机制要出来 当然这样补偿救济机制 国土基要里面有 未来我们在原住民保留地或原民区的部分 原可开发建筑用地被化为不可开发建筑的时候 它的救济补偿机制 还是得跟着配套的部分 完成相关的执法跟相关经费预算的编列 是非常感谢我们出长 跟大家讲清楚 这些东西我们除了要把这个法的一个精神能够去把它定下来之外呢 那我们当地民众的一个需求还是一样不可以去影响到 我想这样才是真正可以达到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在我们整个国土计划里面 我们民众会提到的一些问题 我们都知道就是人的生存是有多样的需求 那所以它包括农粮的安全啊 产业发展啊居住卫生环境都必须要全面去考量 那不能轻易的就是偏重某一方 然后牺牲的另一方 我想这个变成会更大的一个冲突嘛 所以另外一个土地的使用它是动态的 它是有动态的 那我们国土计划是并不是为了现状 而空间规划不是把今日的国土变成不动直接转换 或嫁接着新的离头的一个系统 而像类似这样的一个形形 农业处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好的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再跟各位观众来报告 在国土计划里面 针对这个农业发展地区的这个规划 它的愿景是什么 这个我首先就愿景的部分 来跟各位做个报告 首先我们看到目前 在全台湾的农业用地上面 目前其实有几个这个状态 是令农政单位担忧的 比如说一个大面积好的农地上面 像彰化那边这个新闻也吵得沸沸扬扬 有很多的这个废武军的工厂群聚在那边 那其实各地方的地方也都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这个不管是工业 商业的发展 在农地上面有有长出了很多 其实不是应该农地存在的这个设施 那这个也带来很多的这个后遗症 比如说很明显的就是食安的问题 有这个工业废物水排放到 浸沟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也其实不容农政单位来忽视 那个我们也常看到浸沟里面的水就是直接排到这个农业灌溉里面 那么其实农民他也是受害的一方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不止新闻报导的这个浮现 我们也关注到说 其实国土农业特别是农业这个区块是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上位区 上位的这个指导计划来引导土地的合理使用 因此国土计划里面会希望从分区的这个角度来管理土地的使用 让农业归农业工业归工业 那住宅区就尽量化在归在这个农市的土地上面来做使用 那当然民众也会担心到说 那么我的土地都被化为农会发展区率期之后 我的土地是不是会受到什么样的限制 这个部分我也来跟各位观众朋友来报告 如果我们的农业土地被化为不管是农一农二农三 其实我相信是不会的 为什么呢 因为农业的经营行为 它不会只是很单纯的一级农业生产而已 它还是会有加工的行为 那加工的行为就需要一些这个产制除销 等等的这样的一个设施的需要 所以纵然在一级农业土地或者农二土地 其实耳后的这个国土计划实施之后 功能分序实施之后 都还会有它相应的这个配套措施 都还是可以我们的持有农地的农友 都还是可以依据它的农业经营的使用的一个需求 来提出我刚才提到说的产制除销的这样的设施的申请 另外刚才有提到说 像譬如说云林县那一边 他们有提出很多的这个意见 甚至是抗议 那么其实农委会针对这边的这个这样的声音也都有听到 日前在农委会开会的时候 农委会有特别宣誓 召集相关单位来做一个宣誓 有提到说耳后因应国土计划的实施 那我们的农业发展地区的农地啊 就是农委会有相关的经费 可能是会落在不管是农粮署 或者水保局等等相关单位 所有的经费都专门寄注在我们的农地上面 他这样的做法就是一个配套措施 要让我们的农友有感觉到说他持有农地 他不是没有价值的 他是有价值的 农政单位的各种的政策都会优先集中在这边 让农民会觉得说他持有农地是有价值的 那这是来跟各位朋友来做一个报告 那另外再跟各位朋友来做一个分享 像我们去到国外来都会看到像日本的乡村地区 我们也都会很羡慕 这样看过去就是很漂亮的这个乡村田野景观 那其实我们也会希望说而后是不是我们的台湾的农地 又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发展愿景 那以上做一个说明 是谢谢感谢专员非常深处告诉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那我再请教一下廖一员 就您现在我们县政府现在推动方向是这样做 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民众还有哪些疑虑是最多的 我想我们原住民地区将来怎么样的划设 朝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 我想这个因地置疑 因为每一个地方像我们这个仁爱乡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特色 像如果说将来我们这个地区化为农业发展地区的时候 将来我们政府这里就会辅导说 哪一个地区适合种植财 哪一个地区适合种植发挥 然后哪一个地区种植蔬菜等等之类的精致农业 因为现根人你把我的土地化为国土保育区的时候 变成就是说我的土地都不能使用了 不是只有一个人会受到一次 这整个整个区域里面的土地使用人都受到影响 所以这个阻力就很大 怎么样来好好的来划设 来减少这个阻力保障我们原住民的潜力 我看这是这个国土计划里面最要深思的一个重点 那针对我们原住民是传统领域的部分您的看法呢 传统领域跟现有的原住民保留地是不一样的概念 现有的原住民保留地也是包含在我们传统领域的土地里面 现在人民会也在实施原住民保留地的传统领域的划设 我们仁爱乡大部分都是公有土地 大部分都是林路级的土地 台湾大学的土地还有清净农场的土地 要怎么来划设这个传统领域 我想这个我们乡镇公所还有部落也在积极的规划 这个传统领域的土地 当然传统领域划设下来 跟我们这个国土计划是不冲突的 只是把那个土地化为我们这个传统领域以后 当然也要受到这个国土计划的那个使用分析来管制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在这里再怎么样的划设的时候 要以这个原住民的情谊为优先考量 是是 非常感谢我们的廖议员 接着请教一下邱议员 就因您的看法就是我们的 目前其实国姓 埔里他们都做农 那这些农民他在看到这个国土计划之后 都会担忧着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不晓得邱议员您了解的有哪些民众 希望能够更深入了解的地方在哪里 他们的疑问到底在哪里 其实之前的农发条例已经造成我们所有很多的农民 很多的困扰 不管是在耕作上农业设施上都已经很困扰 然后现在在定一个国土计划的这个法 我想定的越多法 当然对我们农民的权益就是会绑得越死 像我在地方走动的时候也到一个地方去 他们也很纳闷 就是他是以前规划的 他说为什么这个平原很平的平原 可是他把它规划成国有土地 那个山坡地走走那他归我私有土地 他没有办法更做 那我们在想说你们现在重新的做 做检核 是不是会彻底的去检核说 走到每一个乡村去检核说 真的这块土地是不是就是能够你们画了之后 能够真正的符合我们的农民使用 我觉得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因为以前的农民可能耕作他就是我只要有土地可以做就好 我不管我的土地是什么 以前可能没有规范那么严格 那这些年来我们陆续听到有国有土地 因为是最近他又有一些变更国有土地也不能耕作 可是农民他们却是觉得说 这块土地是很可以用的为什么不能用 偏偏他们土地是就是那种山坡地的 才可以私有地才可以使用 所以我觉得在做检核 你们要做国土规划计划的时候 是不是要彻底的很明细的 就是明确的去检核说真的地方的需求 不是只是用图面上检测然后就下去划分 我觉得这是相当的重要 是 所以其实我讲 现在目前我们开过的一个座谈会里面 就像中辽国庆的他们很担心的是什么 民众都认为说我自家的土地 因为国土计划被化为国有 那化为国有怎么办呢 那当然就是我们会觉得说 国土计划希望把农地农业发展 取第一类的不能开发的部分 化为坚守农业的为了农业品质 此外有些农业规范就是 维护它的整个总量 化为农业区 农替不一定要变成一些保护的机制 那所以那个专员您看呢 那如果说这样子的国土计划 来化成农业区的话 会不会我们的农友们 会不会受到限制 好的 首先我先来回应刚才 廖云有提到说因为我们高山地区 像仁爱乡这边很多这个原住民的部落 会担忧说是不是都会被化归在国土保护区 其实这个也不一定 因为还是会看这个区域 是不是这块土地或这个区域的土地 它是不是还适合做农业耕作农业经营 或者说也可以做林业经营的使用 经营林业经营相关的副产品使用 如果都还是可以 还可以做这个农业经营以及引领的话 那么还是会化在刚才我提到的这个 就是波堤农业就是农山的部分 它可能就未必会是化到这个国土保护区 除非这个部落或者这个区域 它的所在的土地有这个环境敏感现在的一级 或者环境敏感二级的这个现况 那么才有可能会被化入到国土保护区 如果不在现地它不是环境一级二级的话 那或许它就可能不会化入到这个国土保护区 它或许就会因为原住民地区的范围 还是有很多都是从事农业啊 还是有很多从事林业啊 所以说像原住民保留地的话 我们还是会依照现在的现况去考量去化了 对不对 是 好 非常感谢我们专研刚才讲 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 再请专研告诉我们其他的部分 不要离开马上回来